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企业格罗芳德 Global Foundries日前与台湾第二大晶片制造商联电正在探索合并的可能性 旨在打造一家更具弹性的成熟半导体制造商 对此联电表示,公司对于任何市场传言不予回应,目前没有任何合并案进行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于4月底上任的格罗芳德新任执行长Tim Green正在探索各种交易选择,包括与联电合并 虽然双方已经展开谈判,但交易是否能达成仍不确定 尤其是考虑到格罗芳德的市值约为200亿美元,而联电的估值约为170亿美元 联电表示,不会对有关与格罗芳德可能合并的市场传言发表评论 不过,知情人士透露,格罗芳德一年前曾与联电进行初步洽谈,但未达成协议 几年前,美国政府也曾鼓励联电在美国建立制造工厂,但被该公司拒绝了 据于消息人士透露,由于联电公司结构复杂,且成熟工艺领域目前供应过剩 联电与格罗芳德的合并将带来有限的好处 行业动态表明,这样的交易不会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此外,联电在日本和新加坡都有制造厂 该公司最新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家工厂 这已经有助于分散其地域风险 格罗芳德在新加坡的业务也在不断扩大 在此背景之下,联电4月初宣布在新加坡举行扩建新厂开幕典礼 新厂第一期将于2026年开始量产 预计将使联电新加坡512i晶圆厂总产能提升至每年超过100万片12英寸晶圆 联电这座新厂将成为新加坡最先进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之一 提供用于通讯、物联网、车用和人工智慧AI创新领域的半导体晶片 联电表示,位于新加坡白沙晶圆科技园区 512i厂区的全新扩建计划分为两期 第一期的总投资金额为50亿美元 月产能规划为3万片 并为未来投资计划预留第二期的空间 新厂将提供领先业界的22奈米和28奈米制程技术 是目前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制程 可为全球客户提供高阶智慧型手机显示驱动晶片 物联网装置使用的高效能记忆体晶片 及下一代通讯晶片 此次扩建将在未来几年 为当地创造约700个就业机会 包含制程、设备及研发工程师等高科技人才 联华电子总经理简山杰表示 新加坡新厂的开幕象征联电迈入新的里程碑 将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满足未来晶片 对于联网、汽车及人工智慧持续创新的需求 同时,新加坡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也将使这座新厂能协助客户强化供应链韧性 让其期待联电新加坡厂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为新加坡制造业2030运景做出贡献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黎嘉明指出 他们欢迎联电在新加坡持续投资并拓展生产能力 这个新厂将引进先进特殊制程技术和提高产能 进一步提升新加坡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地位 这项投资凸显了他们与联电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 他们期待与联电深化合作 加强新加坡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联电也强调 新加坡FAB12I新厂的规划设计倒入严格的永续标准 获得新加坡建设局的绿建筑标章黄金顶级GOLKPLUS认证 同时也符合联电所有新厂房的设计规范 将在厂房屋顶上安装17949平方公尺的太阳能板 以助力联电达成2050年100%使用再生能源目标 除了生产基地之外 此次扩建还包括一座全新的写字楼 标准多功能体育馆 及其他工员工和社区享用的生活及休闲设施 虽然联电在新加坡持续扩建全新晶圆厂 但日本媒体Nikki Asia近日报道称 由于成熟制程晶片需求的复苏疲软 和全球关税的不确定性 多家半导体企业放缓了在日本和马来西亚两国的投资步伐 例如台湾封测企业日月光 ASE旗下公司西品SPIL也已向供应商通知 由于消费电子和车用领域需求低于预期 暂停在马来西亚冰城的扩张计划 专注于台湾云林市的先进封装工厂 晶片在版供应商警说 Pinsus也表示 其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的长期计划整体不变 但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 将更关注具体执行时间表 此外 该日本媒体还报道宣称 台积电在日子公司 JASM虽已于2024年底开业投运 但仅开展了较为老旧的22奈米 28奈米 制程代工生产 台积电不济于在今年内位 JASM第一座晶圆厂 时装12奈米16奈米 节点所需设备 虽然台积电此前还计划在其首个熊本工厂东侧建设第二座晶圆厂 这座未来的新工厂将生产6奈米和40奈米工艺技术的晶片 尽管第二座工厂的建设最初计划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 但现在已推迟至年内晚些时候 然而 JASM强调 该工厂预计在2027年底前开始生产的时间表保持不变 而日本晶片企业瑞萨也计划在需求恢复缓慢的背景下裁员 推迟工厂开工 尽管JASM第一座晶圆厂部分设备安装延迟 第二座工厂的建设进度也推迟 但该公司今年的新员工入职人数仍大幅增加 近日 台积电日本子公司JASM在九州熊本县菊阳亭总部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入职典礼 据报道 这已是JASM的第三次入职仪式 共有527名新员工参加 比2024年的256人增加了一倍多 这些新员工主要是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英界毕业生 JASM还强调了其加强当地人才招聘的持续努力 显示出其在该地区扩大员工队伍的承诺 JASM在熊本的首个晶圆厂 于2024年底开始大规模生产 目前该厂雇佣约1700人 包括来自台湾和索尼集团的驻外人员 当地大学的英界毕业生以及中年专业人士 该设施计划生产12奈米16奈米和22奈米28奈米工艺技术的芯片 然而目前生产主要集中在22奈米28奈米芯片 主要客户包括索尼电装和瑞萨 总体来看 由于消费电子汽车和工业晶片需求疲软 12奈米16奈米晶片设备的安装将延迟至2026年后 另外还随着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导致台积电等晶圆代工企业对扩大生产能力的谨慎态度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